伯伯维奇 获过最佳教练的称号,现在的他年线也是千万级别,一方面波波为奇事独怪的功臣之一和舰队的元老,另外波波身兼数职,还是管理层运行总裁,除了老板外,基本上哪次都还波波最大了。 波波天生幽默,他和邓肯互相成就为一顿伟大的传球,现在的他还是美国国家队总教练,现在的他已经70岁了,执教生涯也不多了,只希望他晚点退休。 李福斯,一千万道格里福斯,也是联盟为数不多的冠军教头,当年是保罗签字典的快船教练,不在保罗也不会来快船的,老李福斯和科尔球员时期都在马次打过球,科尔重视三分和防守,老李福斯可不同,曾经有篮球媒体通过调查,向134名球员发放问卷的形式,得到老李福斯是最受球员欢迎的教练, 老李福斯的特点就是喜欢重拥有经验的老将,而且喜欢多人龙幻,当然球员最喜欢的还是他喜欢听取球员建议这个特点,这个特点不算优点也不是缺点,当年凯尔特人组建三巨头,第一年就夺冠了,老是跟李福斯认认为闲是放不开的,但是后来管理太过于松散,更衣是矛盾加重,以至于三巨头解体, 再也无法登顶,保罗就是看中老李福斯听话的特点,逼迫管理曾用七百万亿年前吓他,现在的宽船虽然已经进入重建模式,但是宽船还是愿意每年拿一千万来让他执教, 泰伦卢,七百万美金骑士冠军叫泰伦卢,虽然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,但是他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时期都是充满传奇色彩,球员时代的他是科比身边的队友,教练时期只叫詹姆斯,基本上身边都是伟大的球员, 在大卫布拉特被解雇后,其实很难再花钱请大教练,就用了首席助教泰伦卢,替代主教练一职,泰伦卢助教时候是一名一百万年薪,后来当了主教练变成了八百万年薪, 差点变成了联盟千万级的大教练了,泰伦卢指教生涯最好的战绩,就是总决赛在三比一的情况下逆转夺冠,创造了历史,但是他战术单一,比赛经常死操战姆斯,也是颇受球迷质疑, 科尔,五百万美金科尔,带领金周勇是四年三冠,身价大幅上涨,从开始那五年两千五百万已经变成年薪酷千万的冠军教头, 球员时候的科尔就以三分注赢,而且还投进过关键三分球,以至于他对于三分非常看重,让他直交以库里和汤普森,为核心的三分大队最合适不过了, 科尔带领金周勇士取得的最好战绩为七十三胜,刷新了禅师菲尔杰克士带领的公牛,创造的七十二胜战绩,科尔带领金周勇士常规在长年胜场肉食家, 而且四次带领勇士杀入总决赛,是联盟现在最强大,统治级别的球队, 勇士的胜利也离不开这样一个优秀的教练,科尔能不能像禅师? 伯伯为其一样成为联盟一代总是值得期待。